第351集 走出了医院,傅恒义看了一眼沈青兰 很开心 嗯 傅恒义,我发现我现在心变软了 看见有情人忠诚眷属,心里就会很高兴 这一点也不像曾经的自己 傅恒义微微一笑 反问道 这样不好吗 不,这很好 沈青兰说 虽然身为杀手 这样的情绪化是致命的 但是现在他只是沈青兰 是傅恒义的妻子 傅恒义亲身给沈青兰系好安全带 姑父的这件事暂时查不到眉目 就先放放 背后的人现在我们拿他没办法 但是只要他再出手 总能找到他 后天我的假期就要结束了 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吧 他的气息 他的气息静在咫尺 沈青兰听到他的话 眼中有私不舍 好,我们现在就去吧 傅恒义笑笑带着沈青兰去了电影院 这次他们选的是一部文艺片 第一次没有提前离场 而是从头到尾都看了 走出电影院后 沈青兰看着身边的男人高大的身影 眼神微微恍惚 傅恒义看了他一眼 好笑 想什么呢 想这么入神 低沉雌性的嗓音 钻入耳中 让沈青兰瞬间回神 我在想 等以后宝宝出生了 我们一家三口 再来看一次电影 刚刚在电影院里 一对父母带着孩子来看电影 画面很是温馨 傅恒义温柔地笑笑 是有什么难的 看完电影 已经过了饭点 沈青兰没有什么胃口 但是 喂了肚子里的宝宝 却不能不吃 于是 就跟傅恒义随便找了一家店 就要进去吃饭 刚走到门口 沈青兰若有所思地 往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没眼间 有丝疑惑 怎么了 没事 刚刚以为看到一个熟人 发现自己看错了 走吧 先吃饭 等吃完饭 我们就回家 只是 这一顿饭 注定是吃不沉了 菜刚刚端上来 沈青兰许久不犯的孕吐 又开始了 看着沈青兰 黄胆水都吐出来了 傅恒义 满眼的心疼 哪里顾得上吃东西 带着沈青兰 就回了家 回到家后 沈青兰 一路上也没有再吐 路过一家夜宵店的时候 沈青兰忽然开口 等等 傅恒义看她 沈青兰说道 我想着那个 她的手指 指着路边的一家店 傅恒义看了一眼 是一家粥店 这还是沈青兰 怀孕以后 第一次 主动说 想要吃什么 傅恒义靠边停车 两人去吃东西 只是 自打进店之后 沈青兰 依旧往某个方向 看了一眼 随后 收回了目光 两人 吃好东西出来 沈青兰 壮死无意地 往四周 扫了一眼 上车 傅恒义一边开车 一边说道 我们被人跟踪了 不确定 只是 有这种感觉 但是 并没有看到人 那就先不要管了 不管是谁 如果是针对我们的 肯定会出来 嗯 我知道 沈青兰 对于跟踪者的身份 暂时也摸不清楚 只好先放在了一边 第二天 傅老爷子 还是知道了 顾伯文住院的消息 是傅敬廷回家 让赵姨 给顾伯文 炖汤的时候 被傅老爷子 听到了 傅老爷子 赶到医院 见到 躺在病床上的 顾伯文 眉间 染上了一丝冷气 怎么好端端的 会出车祸呢 哎呀 一个司机酒驾 造成了连环追尾 就是胳膊腿 受了点伤 养几个月就好了 我本来都不想告诉你呢 结果还是惊动了你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住院了 我能不来看看吗 傅老爷子 眼睛一瞪 顾伯文 见傅敬廷不在 轻声说道 爸 我很高兴 自己出了这场车祸 敬廷已经答应 跟我回家了 只要我一出院 他就跟我复婚 文言 傅老爷子 将要出口的话 顿时 憋在了嗓子眼 不可置信地 看着顾伯文 你说真的 静廷 愿意跟你复婚了 顾伯文笑着点头 爸 我还能拿这件事 跟您开玩笑吗 好 好啊 塞翁师马 因之非福 这场车祸出得好 老爷子 是府长大孝 显然 是高兴极了 沈青兰 和傅恒义 进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了 老爷子最后一句话 傅恒义 忍不住说道 爷爷 这话要是让姑姑听到 小心她跟你急 嘿呀 知道了更好 赶紧回顾家去 整天在我眼前晃耀 不许我做这个 不许我做那个的 烦都烦死了 爸 你这是说谁呢 傅静廷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说你呢 跟个管家婆似的 整的我 一点自由都没有 傅老爷子抱怨 沈青兰 嘴角轻勾 眼睛里 满是笑意 爷爷 等姑姑真的回去了 你就该喊寂寞了 哼 才不会 不是还有你吗 青兰丫头 你可不能那么管着我呀 你说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都没几年好活了 还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碰的 人生的乐趣 都少了一大半 沈青兰笑而不语 虽然 因为这场车祸 让傅静廷和顾伯文 重归于好 但是 这件事情背后的主谋 还是要查的 只是奇怪的是 傅恒义和沈青兰 各自动用了自己的关系 愣是一点线索也找不到 酒驾的司机 只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而丢失的监控视频 也没有任何下落 这件事 查着查着 就成了无头案了 沈青兰 躺在阳台的躺椅上 眉头紧紧地皱着 傅恒义 端着一杯蜂蜜水 递给他 这件事不要想了 现在正是风头上 背后的人做事 要这么小心 肯定没什么结果 等过一段时间 也许就知道了 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沈青兰 明明感觉到 有人在跟踪自己 却没有看到 跟踪者一样 我总觉得 这件事情背后 一定有一只大手 在操纵着 沈青兰 我的心里 很不安 不用担心 该来的总会来的 就算是天塌了 也还有我 跟你盯着 你回部队之后 行事要小心 如果近期 有任务的话 更要小心再小心 多想想我和宝宝 为了你们 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King 但是放心吧 若论单打独斗的 King未必是我的对手 这个 沈青兰自然是相信的 只是 King沉默了太久 这样的沉默 并不是好兆头 而沈青兰的直觉 也没有错 只是 出事的 不是傅恒义 而是伊登 就在傅恒义 离开的当天下午 沈青兰 忽然接到了 希思丽的电话 说是 伊登受伤了 原来 前天晚上 伊登回家的时候 忽然 在路上遭遇了 几个道上的人 见到他 二话不说 就动手 而且 一个个 伸手很不错 根本不像 普通的道上人 更像是训练过的 伊登的伸手 本来就是几个中 最差的 对方人数又多 要不是安德烈 及时赶到 恐怕 伊登现在 就不是胳膊 受伤的事情了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是BK的人 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有BK的纹身 我们怀疑 是King知道了 上次在MD的事 有伊登的参与 所以才会对伊登下手 上一次去MD 除了伊登 希斯利 和安德烈 因为是公众人物 认识的人多 适当做了一些变装 一般人 想要认出来 还真是不容易 傅恒义 在希斯利的建议下 也做了相应的改变 就是莱恩 现在见到他们 也未必伸得出来 伊登自然成为了 头号目标 难道是 King内部出了叛徒 沈青岚猜测 毕竟 King的临时驻扎地 被他们给毁了 听说 后来又来了一拨人 将他们的人 都给废了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 除了沈青岚几个人 就是KA的人知道了 安 你说会是莱恩吗 希斯利犹豫了一下 开口 如果是莱恩 那么一切 就顺理成章了 毕竟 他才是最清楚 内幕的一个 不会 伊登和莱恩 有过命的交情 莱恩要是想这么做 当初 根本就不会帮我们 而且 这件事情 说到底 莱恩也参与了 按照King 那个牙子必报的性子 要是知道这一点 肯定不会放过莱恩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 这件事 十有八九 是KE内部出了叛徒 将事情 告诉给了King 莱恩应该 也陷入了麻烦 沈青岚猜测的 并没有错 现在的莱恩 也是一个头 两个大 三天两头的时间 他就遇到了三波 想要杀他的人 要不是他运气足够好 恐怕现在 已经建上地去了 KE总部基地 莱恩坐在守卫上 冷冷地看着地上跪着的人 尤金 谁给你的胆子 背叛我 尤金不说话 这件事情 他做的时候 就知道后果 但是 他也没有办法 King对莱恩起了怀疑 又找不到证据 就找到机会 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借此来要挟他 去莱恩这里 求证事情的真相 只是 King的运气不错 尤金恰好就是那个 知道事情真相的人 只是因为 他是莱恩的左膀右臂 很多事情 莱恩并不会隐瞒他 只是除了 附恒一几人的身份 毕竟 就是莱恩本人 对此都不清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